两个多月前,柔福州有一名11岁的男童在学校射奸鞭打之下,用水管鞭打之后,他双脚发黑,被迫截肢。 最后这小小的生命就没了,结果引起社会哗然。 后来那位鞭打男童的射奸也被警方援引谋杀罪名给扣查。 不正当大家以为这名射奸总算是恶人有恶报的时候,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。 卫生部总监诺西山昨天发的文告,这案情是急转指向。 原来男童的死因并不是因为被射奸打死,而是因为他感染了鼠尿病,才会引起器官衰竭去世的。 怀疑被射奸虐打致死的11岁男童验尸报告昨天出炉,显示小死者是死于鼠尿病。 全国副总监长诺拉西今天出席活动之后表示,警方将不再援引谋杀条文来提供内名射奸了,将会改用其他条文代替。 我们将会提供与其他条文代替。 与此同时,警方也会建议设立验尸亭,以进一步鉴定男童的真正死因。 男童是死于鼠尿病,这个消息是卫生部总监洛西山昨天发文告公布的。 就连男童的家人也是透过媒体才得知这惊人的消息,这就让他们非常不满。 面对家属的不满,会生部长苏巴马连解释说, 因为警方的介入,让案件不能依据卫生部的正常程序来处理。 所有调查结果,包括死者的死因,都必须先交给警方,再由警方去决定要不要公开。 因为这是警方案,我们的发明都给了警方案。 所以是由警方向告诉亲戚人,所以这不是正常的情况。 无论如何,虽然男童被证实死于鼠尿病,但男童的妈妈表示, 她不会相信这份演示报告,并会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。